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包含设 设是古代社会文化生活当中 包括古代的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在古代礼仪制度的典籍 仪礼当中 有专门的相设礼和大设礼 其中对于人们在举行设礼的时候 各种繁文辱节都有详细的说明 而且人们把这种礼节看得很重 这是国语禁语里面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述 国语里面不叫安之战 而叫弥姬之一 弥姬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南市附近的千佛山 去过几男同学都知道 基本内容是一样的 大家看下 礼记里面关于设意是这样论述的 非常明确地说 设者所以观胜德也 举行设礼是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品性 一个人的德行 这是用来观胜德的一个窗口 一种方式 又说 设者人之道也 是体现一个人 是不是具备人这种属性的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古人对于设的讲究 这个齐侯齐寝宫虽然吃了败仗 但是在讲究理的方面 那是毫不含糊的 所以有人说 这个齐寝宫非常愚服 其实不是 这就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价值观念 他从小所受的教育 是他一定会这样做 好 说完这番话以后 齐侯就主射 先射车左的位置 车左是原来的欲者 这辆战车上的欲者 那么这个人呢 被射中以后就摔到车子下面去了 越是我们可以想见 是从这个车厢上面 一下子摔下去 然后再射其右 射那个车子上的车右 那个人呢 就倒在车子里了 好 这个壁和多行不易壁之壁的壁一样 都不是死的意思 而是倒下去 气候的建树还是相当不错 这个 这是 韩爵在追赶其喉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韩爵是一个人驾着战车 还在继续追赶其喉 好 下面 齐无章呢 失掉了自己的车子 丧就是失去 那么 齐无章为什么会失去车子 因为他的车子在作战当中毁坏了 所以我们课本上的注解 实际上是说明 齐无章丧车的原因 并不是解释丧的意思 所以这个丧不是毁坏的意思 他就奔跑着 追赶在这个 跟在这个韩爵的车子后面 对韩爵说 请允许我搭乘你的车子 欲成就是继成 许慎说 欲是继也 继是什么意思 欲也 无论继还是欲 都是表示临时性的依托于别人 或者是别的地方 现在汉语里面 像祭欲 祭祖 欲所 欲言 都还保留了 祭和欲的这种临时性的依托 这个意思 比方说欲言 这个故事本身 它不一定有作者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 但是在特定的语境当中 作者讲这个故事 就给它附加上一种特定的社会功能 就是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样的道理 所以这才是欲言 给它附加上一种特定的社会功能 这样来说的话 今天我们说公欲 公欲的欲也是临时性的一种住处 是不是 不是永久的住所 那么欲公呢 欲公是什么意思 假如 你们以后到美国去求学 定居 那么你还称自己是欲公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你没有把这个美国看作你真正的家乡 你只是临时性的依托在这个地方 在这儿工作 在这儿生活 但这儿并不是你真正的家乡 所以张学良先生就称自己在美国以后称自己是欲公 好 这是请欲承 那么后面的内容没有说 我们可以知道 他既然是从左右 那一定是 那一定是 韩爵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从左右两边要进入这个车 车厢的位置 进入车厢两边的位置 这个韩爵呢 接肘支 都用胳膊肘把它撞开了 这个肘是名词活用的动词吗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肘 在古代汉语当中 用作名词和用作动词的比例究竟有多少 英语里面elbow也是可以用作动词 也是指的用胳膊肘撞击别人这个动词 好 这两句话逐语不同 那么韩爵呢 不让 齐无章从左右两边的位置进入车位 很明显是因为他父亲头一天晚上 托梦给他 告诉他这个车厢左右两边都比较危险 刚才已经验证了 他的车左和车 他的遇者和车右都被射中了 那么这样呢 他就让韩爵站在自己的后面 站在后面 要持这个修章 这个使 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 是不是 使就是至使 让 叫 但是现代汉语当中 表至使义的这个使也好 让也好 叫也好 他后面的这个监语 能不能省略呢 现代汉语当中能不能省略 不能 古代汉语当中 这个监语省略的现象很常见 好 下面 韩爵 扶 扶就是弯下身去 弯下身去干什么呢 定其右 使其右定 因为刚才他的车右中箭以后 避于车中 韩爵 为了不使他摔下去 就 把他放稳当 弯下身去 把他放稳当 所以 定其右 就是使其右定 这个斧 和这个斧是 一体字的关系 都是弯腰 下去 整个身子弯下去 好 这是第二段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这一段呢 主要内容 是写其后背符的经过 还有 这个 细菌在获胜以后 现占符的情况 这段实际上也 包含了 两个段落 一个段落呢 是 这个 庞愁符 与公意味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 呃 其后背符 这个经过 意就是交换 古代汉语没有换这个词 表示交换的意思 都是用意 庞愁符跟 其请公交换了位置 这里面 这句话 包含了很多信息 包含哪些信息呢 第一是 庞愁符看到后面 韩爵的车子 紧追不舍 其请公 难免要被俘 所以他要 提前 做好准备 第二层意思呢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 意味的 是 韩爵 辅定 齐右的时候 就趁着韩爵 辅定 齐右 那个空档 迅速的跟 其请公 交换了位置 还有什么信息呢 古代 作战的时候 主帅和 将左的 服装 是相同的 假如 这个齐请公 穿着很鲜明的 代表 国君的 这样的服饰的话 光 交换位置 那还是不能够让 齐请公 免于被俘 所以 这些信息 我们在读 这一句的时候 都应该注意到 好 当这个战车 将要到达 画权的时候 齐请公的 率车 因为他的猜码 被树木所阻碍 然后就停下来了 卦字 取胜说是 残字 卦陶也 残字 卦陶也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句话 感觉不容易理解 所以一定要看这个段柱 段柱才说 这是指的 在潮丝的时候 残丝成结 有所挂碍 就是在这个 把这个残碱煮熟了 对不起 碱字 不是残 碱字 这个 这个残碱煮熟了 在抽丝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 这个结 所以 宫女 在残宫 完成以后 要把这个结 另外 弄出来 另外弄出来 从这个意思 引申为 挂碍之称 所以这个字 从脚丝 从脚丝 好 下面 既然掺挂于木 也就是 车子在行进过程当中 遇到阻障 按道理 应该是车友下去 推车 可是 骑猴这个车子上的车友 旁丑府呢 在头一天晚上 睡在里面 这个战车 是用来 在行军打仗的时候 用于运输军备物资 夜里呢 又用来 供 这个 休息之用 那么 这个时候 有一条蛇 就从这个战车的下面 爬出来 从车子的下面 爬出来 前面 我们讲到 这场战争 是发生在 六月份 所以 在初夏季节 正是 蛇 比较 出来活动的时候 旁丑府 就 以弓 击之 弓是哪 就用这个 大臂 这个地方 去 击打这个蛇 被蛇 咬伤了 但是呢 旁丑府 隐瞒了 这件事情 好 这四句话 从旁丑府 潜于战中 一直到 稍而逆之 这都是回顾 在安置战 头一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 那么 接下来 就说明 所以这个时候 当这个 汐喉的车子 挂于木的时候 旁丑府 就不能够 不能够 推车 于是 就急 被追赶上了 我们来看下 说文解字 对这个 公字的解释 许正说 这个公 是 必上也 这是 必 必的上半部分 就是从这个 肘部 以上的部分 那么这个字是 从右 从 古文弓 古文弓是一个 象形符号 对不对 就是用这个 弯曲的手臂 弯曲的手臂 来象形 那么我们今天 看到的这个公 是 左或 从 肉 这句话 肯定是有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 说文解的版本 都是左或从 右 段约才也没有 给出 这个 叫住 其实 这个 左应该是 公 不加肉 布的这个 钩